好 大家来看到远在美国华府的驻美代表处 竟然关心起台湾的流浪狗问题了 原来要使台湾流浪狗的问题受到国际的关注 连代表处呢也收到不少抗议的信件 而在最近的记者会上头就提出了 不过针对国人关注美台自由贸易协定 什么时候要签署这个问题 代表处则是表示美方还在评估当中 驻美副代表董国游在华府的例行记者会上透露 台湾的流浪狗问题最近曾受到国际上的广泛注意 代表处在三个星期内就收到200多封 来自美加等地的抗议和关切邮件 不过代表处将信件转回国内后 某些收容所已遭关闭 不当的做法也已遭到纠正 政府对于这事情非常关心 而且已经采取立即的行动了 来改善若干的地方 地方上的这个流浪动物收容所的 里头的一些管理不当的措施 以及让收容所的环境能够做一个改善 从流浪狗谈到美牛 董国游透露美国出口台湾的带骨牛肉 已经超过166公顿 而出口台湾的不带骨牛肉 则已超过11000公顿 美方目前对美牛处理相当的满意 但是美台提法资商何时恢复 却还没有定论 美国牛肉的这些产业呢 对目前的这个发展 也还表示这个肯定表示满意 所以提法有希望吗 美方还在就这个事情 做一个全面性的评估 在谈到刚刚结束的 华府核安全峰会时 董贵游表示 虽然台湾没有接获 预会的邀请 台湾一样会非常的重视 核物料的安全问题 他还表示欧狐会的详情 也在掌握之中 中天新闻 张国华 钟义庭 华盛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